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藏娇主人公陈皇后被弃得心酸 望见微蕊举翠华 试开金屋扫庭话 须与宫女传来信 言姓平阳公主家 失宠的阿娇一心盼夫君能来看望自己 远远望见夫君的翠与其一丈 便激动地吩咐宫女打扫庭内落花 却是一场空欢戏 片刻后宫女来报 五弟已嫁领了平阳公主家 魏子夫那个夺了阿娇宠爱的女子 正出身于平阳公主府 只见新人笑 谁闻旧人哭 阿娇一味埋怨五弟 极恨魏子夫 却不晓得消磨了帝王宠爱的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娇横 泼辣和矫情 即使没有任何人同她争 同她抢 在这段感情里 她也早已落了下风 聪明的女人 从不轻信男人的承诺 陈阿娇是当之无愧的天之娇女 母亲管桃公主 是窦太后唯一的女儿 汉景帝的亲姐姐 有这层关系在 阿娇比一般的公主还要受宠谢 管桃生长于身宫 特别懂得有权势 才有一切的道理 一心想让女儿当皇后 想当皇后就要嫁对人 管桃先是看中了 当时的太子刘荣 主动向刘荣的母亲 立即求亲 谁知立即一向看不上管桃 当场回绝 让管桃毫不尴尬 于是 管桃在汉景帝面前 煽风点火 各种说立即坏话 终于成功把立即和太子 搞下了台 那找谁来当太子呢 管桃心中早有盘算 当时景帝还有一爱子叫刘彻 四岁就封了亲王 管桃曾抱着刘车 坐在他膝上 问道 车啊 你想娶媳妇吗 刘车说吓 管桃便指着一百多位女官 挨个吻想娶哪个 刘车都说不好 管桃指着阿娇 开玩笑地问 那娶阿娇好不好 刘车拍着巴掌笑着说 我要是能娶到阿娇当妻子 就该一座金屋子给她住 一席话说得管桃心花怒放 一路扶持刘车登上了皇位 这也是金屋藏娇典故的由来 只可惜几岁孩童的天真承诺 管桃信了 阿娇也信了 刘车登记后 阿娇如愿成了皇后 万人之上宠贯后宫 幸福来得太容易 阿娇也越来越飞扬跋扈 一不顺心就耍大小姐脾气 事事要人捧着要人宠 她的娇门任性 过去来自尊贵的背景和母亲的宠溺 如今则来自夫君那一句 盖一座金屋给她住的承诺 正如刺维格在《断头皇后》中写的 她那时还太年轻 不知道命运馈赠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没过多久 后宫这间巨大的金屋 就迎来了不同的女主人 沃子夫 李夫人 沟义夫人 阿娇失宠 邮居长门宫 她始终不明白 为什么那个承诺 一生一世对她好的少年 这么快就厌弃了自己 这世间很多东西都是有期限的 球刀鱼会过期 肉罐头会过期 男人的宠爱也会过期 阿娇早应该明白 她嫁的人是一言九点的皇帝 却也是承诺最倾鉴的夫君 倾信男人的承诺 沉醉在甜言蜜语里 是会让女人丧失思考能力的 曾经的圣恩多浓烈 如今的处境就多悲凉 金屋藏娇的青葱爱脸 或许真心过 可惜过期了 一位强调自己的付出 是感情中最忌讳的事 武帝刚登记那几年 日子很不好过 年仅十六岁的小皇帝 谁都拿他当软柿子 想捏上一把 匈奴进犯 外戚掌权 多亏了窦太后和管桃公主 一力扶持 武帝才慢慢坐稳了江山 靠女人扶持上位 本就是武帝心头的一根刺 使他拼命想抹掉的 不光彩的过去 可偏偏总有人一次次 跟他强调 借他伤疤 正式上有窦太后撤肘 他不止一次当众表示 皇帝没有我 如何能继承地位 他怎能不尊重我 忘记我的功劳呢 管桃公主 仗着自己有功 数次向武帝讨要财物 阿娇更是骄纵任性 一言不合 就拿功劳向要谢 你是因为我 才当上皇帝的 你得一辈子感激我 对我好 三个女人的这台大戏 武帝早就赔偿不下去了 他对阿娇的好感渐渐消退 即位不久 就萌生了过河拆桥的念头 还是生母王太后劝他 你刚登基不久 大臣们尚未归附 现在惹恼太皇太后和长公主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武帝这才转过头去哄阿娇 心里却千百个不情愿 武帝和阿娇的这场仲伎联姻 说到底就是一场交易 他给他全世上的支持 他给他皇后会无上的荣耀 可一旦交易完成 一旦一方失去利用价值 就难免落得始乱终气的下场 毕竟利益是最容易窄清楚的 剪不断 理还乱的才是感情 两个人在一起 基础就是平等 只有这样 才不会把自己的付出明码标价 一次次摊牌强调 斤斤计较 怕对方忘记 怕对方不感激 怕对方不再待你 如最初那般好 而一味强调自己的付出 是感情中最忌惑的事 毕竟感情 你情我愿 各取所需 算得太清楚了 情就淡了 心就远了 人就散了 最好的爱情 是我在你困难的时候 拉了一把 不图回报 你在得意的时候 仍不忘这份感激 待我如初 最好的爱情 从来不是你 因为我的帮助 才能变好 而是因为我们在一起 所以一切都在变得更好 别消磨对方的好感 别把爱情作死 阿娇贵为皇后 却无子嗣 她极度缺乏安全感 生怕后卫被人一招夺去 而另一边 五弟坐过了江山 后宫美人如云 令阿娇好不嫉妒 在五弟面前哭闹不止 起初五弟还会哄哄她 没多久 她就烦了 干脆眼不见为净 有意输养了阿娇 阿娇却不知收敛 自己嬉下五子 便向方设法 去害别人的孩子 魏子夫怀孕后 他为了让魏子夫流产 竟伙同母亲 派人暗杀魏子夫的弟弟魏青 他还采取了最愚蠢的法子 巫蛊求子 结果孩子没求来 反等来皇帝的意志诏书 皇后不守礼法 祈祷鬼神 降祸他人 无法顺应天命 当交回皇后喜寿 离开皇后之位 退居朝门宫 自此 居皇后为十一年的 陈阿娇 被废处 张衡因问有云 不换位之不尊 而换得之不崇 不齿禄之不火 而齿智之不薄 身为皇后 阿娇的确德不配慧 她没那么聪明 没那么深的诚服 她的成长经历 无需太多诚服 这样的满身棱角 不知收敛的她 被废是早晚的事 管涛公主为她求情 五弟却说 皇后的行为不合道义 不得不费 你求我也于事无补 皇后虽被废 但按照法度 仍会受到优待 住在长门宫 与住在上宫 其实并无区别 她保了她 后半生的衣食无忧 却也只给了她 衣食无忧 金屋真成了 囚禁金丝雀的鸟笼 刁烂玉器 富丽堂皇 却独独少了自由和爱人的陪伴 李白写过一首诗叫 《白头尹》 讲到了阿娇 独守长门宫的悲凉 此时阿娇 正交度 独坐长门 愁日暮 但愿君恩 顾切身 气息黄金 买此付 如师哥所言 阿娇仍不死心 千金向司马相儒 买了一首长门付 却挽不回 夫君的好感 一次次尝试 换来一次次失望 阿娇 终于看清了现实 那个曾将她捧在手心 千衣百顺的男人 对她连一点情分 都没有了 你说阿娇是咎由自取吗 她是 但你说她可怜吗 也可怜 从小在蜜罐里长大 被保护得很好 阿娇的成长经历 注定她不会变成像豆太后那般勾心斗角 亦或为子夫那样温顺乖巧的人 她的蛮横任性 跋扈矫情 也注定难逃夫君欢心 事不可使劲 福不可想尽 便宜不可占尽 聪明不可用尽 爱情也不可消磨尽 爱要相濡以沫 唯独经不起消磨 别轻易考验对方的耐心 也别让矫情作死了爱情 总观尘埃娇这一生 可谓一手好牌打了个歇烂 她用一声三措 给很多深处爱情 婚姻中的女子提了个性 一措倾幸帝王承诺 丧失独立思考 认清现实的能力 二措 一味强调自己的付出 把爱变成明码标价的商品 三措自私善度 消磨尽了对方的好感 作死了婚姻 她的结局让金屋藏娇的典故 都变了味道 用来形容男人在外风流 让人忘记了这曾是一位帝王 对嫡妻最珍贵的诺言 本君如半虎 最慷慨是君恩 最无情也是君恩 错把皇帝当丈夫 是阿娇一切悲剧的根源 但他也有讨人喜欢的地方 那就是无论结局如何 这一路走来 他始终活成了自己 任性跋扈 锋芒毕露 虽然不如其他美人 深谙后宫生存之道 但陈阿娇 永远是陈阿娇 他变不成千一百顺的 为子夫们 也到底没人能替代 那个被金屋藏起来的 曾娇满明媚的小公主 深夜十点 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 更多美文 请继续关注 微信公众号 十点读书 也欢迎把我们 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 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主播亚轩 我们晚安